字幕并容我visor OlsenponM Gelds 字幕并容我 字幕并容你 Balli Balli wings 欢迎收听 财经ABC 录音时 是翅膀十二代 9时 欢迎大家分享 留言 赞好 還有按旁邊的鈴鐺 記得關掉所有的影片 正所謂有港利台 好窮人 又見到朋友 但朋友的數字有點不同 很厲害 升了1到104 有報導說這是20年的新高 美匯指數 你也知道 又打仗 油價狂升 通脹是8點多 通脹不關事 通脹高 這裏都解不通 美國加息 所以就104 20年的新高 通脹高不單是老美通脹高 到處都是通脹高 這句是真的 上集說 除了4個地方低通脹 通脹沒有4 這樣 高通脹都是注定的 所以老美不好 最重要是其他人不好 有些人是這樣說的 是的 今個星期 這個 美金終於抬頭 加完息之後 我們上個星期說 明明是威是勢的 美股升了900點 A軍 上星期四錄音 再倒數 上星期三 單日上升900點 夾淡仓 以為可以頂得住 誰知道 隨隨會夢 隨隨下跌 是的 因為上集我們也有說 如果這樣加完息之後 都沒有東西看 股市又升 油價又升 加完息都沒有東西看 那就失控了 通脹就失控了 上一集也有這樣的 合理聯儲局這麼威猛 應該死給你看才是 毀滅一些財富 所以如果你看得明白 你不用這樣去交易 不用理市 要將財富毀滅到一個程度 那什麼時候完 其實是有得看的 有得看什麼時候完 那就看著我們節目 我們就有推理 好啦 所以呢 過去五天S&P跌了接近8% 我們上次 開始錄節目之前 都大概有4300 3%左右 現在4000都穿了 這次真是大件事 真的跌了 很多下 莫非 又是因為抽官 總之就厲害了 都不知為什麼 這個肯定是 因為我們港股 比美股還更金 雖然美股還沒開市 現在我們經常是太早 因為星期四晚 還沒開市 所以都很冒險 多謝大家捧場 但是呢 如果你發現那些 評論和看法都不過時 就是說 都有預見能力 我們只是看財經史 為什麼可以 大概都知道應該怎麼走呢 因為 有沒有看過平均線 沒有啊 平均線是時候的嘛 我們講道理 我們講道理的嘛 講離台不是講道理的嘛 我們將它為何升 為何跌的道理 跟大家說 現在就是財富毀滅了 因為通脹太厲害了 待會你看一下 那港股呢 跌得那麼金 但是呢 其實中間已經有很多博弈在裡面 你看一下 隨意毀滅這個財富 那 我們雖然節目都說 美股就不要那麼淡 什麼意思 是不是買啊 不是那意思 像現在這樣 大家都是五天 其實我們跌得比美股 就是這個邏輯啦 就是這個邏輯啦 哎呀 那要毀滅財富啊 那當然啊 這個也要有份才行的 A君 這個呢 Bitcoin呢 就是跌到這個 兩萬七 兩萬八 三萬也算了 很嚴重 這個很嚴重 那又是一批財富毀滅 其實上星期聽說 有個女士走去商場 賣Bitcoin 你記得嗎 A君 有沒有聽到這件事 沒聽過啊 怎樣啊 她打算賣150萬 誰知道商場店 是壞人開的禁錮 哈哈哈哈 哈哈 所以大家高手在民間 上星期也有個投資者打算賣 不過她被人禁錮 走不掉了 人又走不掉了 5天21% 神經病 我最初看見27,000多 咦 27,000多 沒理由 原來是Bitcoin 都不知道是振興 所以真的財富毀滅 但是呢 同一時間 如果毀滅了財富 有沒有戰果 空將受不受控呢 我們說聯儲局看著的目標有兩個 你記得A君是什麼嗎 是啊 經常說要看著那個2%的目標的財富 對啦 十年債息希望 都是2%多一點就好 對吧 這樣說 然後還有油價 我們看看第一個指標 第一個指標真的有東西看了 咦 如果你知道 我們都說了很多次的了 其實是要輸到你害怕 拍入債券為止 誰知道呢 上個星期五下跌得那麼金 你們那些傢伙都不害怕 是不是這樣說 沒有人光顧10年債券 看到嗎 你把傢伙都不光顧 是不是要死給他看才行 星期一日要死 星期二日要死 星期三日要死 是不是這樣 死到現在全部拍下去長債 對啦 死到終於2.85%左右 就近磅了 A君 我們數一下手指 是不是 上個星期我還很記得 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星期四剛剛看到三厘 然後就開始PK 對呀 然後就開始狂飆上去 那你說這班傢伙這麼不給面子 都不光顧10年債息 10年債還飆上去 那他有什麼辦法 不賭掉股市呢 是不是這樣說 好啦 那所以呢 其實就是財富毀滅啦 如果你有幾千萬美金以上的身家 那你沒理由被人撞 到這些時候 是不是 10年長債有3厘 也會召殺 雖然實質的回報是-5厘 因為通脹過8 8% 但是都被人撞一天 整年都輸5% 一天都不見10% 你在股市裡 買錯東西 是不是 那計完條數都是拍進來 這個伎倆就是很常見的 知道嗎 那所以呢 這個星期開始 真的股市跌 債息又跌了 那傳統的看法 避險的勢頭就來了 是不是 這個最傳統的看法 就來了 去到現在這一刻 今天就真是乖 由於呢 由於這個 那些虛擬貨幣的閃殺 是不是 等一下會說 星期三這麼衰 是不是 這些股市又這麼衰 那你終於投降了 十年債券兩年多都照殺 這樣 那終於呢 去到受控的邊緣 我們計算計算了 包工剛剛加完半尼 那聯邦基金利率 去到0.75-1 是不是 先說 然後呢 他說 接下來兩次都加0.50 就是說 7月尾的時候 去到1.75-2 是不是 然後還剩下三次意識 每次都加0.25的時候 最低消費 是不是大概去到2.75 所以這些位置近了 2.85就近了 那最好回落多一點 那倒掛更爽了 那就是說 如果去到這個 息口受控的時候 那我們看 就有機會是什麼 有機會 股市就跌慢一點 這樣 希望是有 因為昨晚 昨晚就很 過分 那我們待會再說 我們的戰況回顧 就會說 總之搞這麼多 就要去到2% 就是要 對 但是另一個指標 有很強的邏輯 其實 另一個指標 就是油價 油價 這個油價呢 這個油價 真的 上個星期五 去到109 是不是 是不是這樣說 上個星期五 這樣呢 接著呢 就是說 什麼需求跌 經濟差 想著 一個人又來了 我們跟你說 這個華爾街 隨時可以搏濕你 說了很多次 是不是 就是搏濕你10元 去到穿100元 你說經濟差 一會兒你見到報道 不知呢 股市跌的時候 油價會飆升 原來 如果你看看日子 以11號 升到105 什麼意思呢 我們都說過 華爾街可以搏濕你一下 你知道嗎 但是一夠便宜呢 由於真的有光性 需求 這次真的 立刻有人衝進去 是啊 所以這個很難搞 油價 油價呢 就難搞了 就是說 原來有些事 華爾街是難做些的 因為有其他的大的 玩家就難做了 A軍暫時還是相信 因為控制不到這個中東 所以呢 波極呢 都有人讓他衝進去的 是啊 你可能 波濕他也是一兩天的事 但是呢 他見油價低真的有些用家 他真的要交收 他真的要你付運的 他就說衝進去就是買了 這些位已經 這樣呢 所以呢 沒得搞了 就是很難搞 這個指標 這個真是指標 這個真是難搞 這第二個指標搞不定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老美這麼被動 是啊 但是當然啦 黃金當然是完全控制 所以黃金當然是PK 不用說了 已經不知聲聲跌跌 比起上次看 再多兩格 去到一百五 一千百百五十塊以下 通脹百個百分之內核 他就死給你看 怎麼解釋呢 為什麼呢 因為俄羅斯這麼多 人民幣上海人民幣期貨 有黃金結算 黃金好值錢的 不是搞不定 是不是這樣說 所以老美利益最大化就是 華爾街一天不死 你也不用看這個金價 是啊 那就是說 你明白這個邏輯 那些金什麼時候可以呢 那些金什麼時候可以 那些金什麼時候可以 美元弱就會可以 那很技術性 實質上呢 來多一次雷瓣事件 來多一次雷瓣事件 有人輸到死了 那銀行是不是有機會倒閉了 那華爾街有機會運轉不到 那華爾街是不是死了 那一刻就爆上來了 如果你等金爆 就等華爾街死了 對吧 這個給了貼屎 這個非常之長 非常之有邏輯的一個路線 所以華爾街 所以華爾街 可以的 是啊 那我們來看看 好了 大致上是這樣 這個戰況回顧 好像這個今天 的報紙期貨 都是跌跌跌的 現在這一刻好像 看來今晚 但今晚未必那麼衰 因為十年載息去到2.8幾 近磅 接近目標 我們呢 開始前六 你也知道 是不是很公道 我形光幕有時間 你看這個 右上角 9點12分的 現在只是 好了 那我們看看 這個星期有什麼主線 對不對 4月CPI又出爐了 A軍美國 嘩 都是維持8點多 都幾怕 上次是8.5 今次是8.3 有些人就說 哎呀 少了0.2 有點開心 那但是 那些股票輸到 趴街 你少一點錢 也很正常 是不是他想告訴你 看我控制到通脹 所以做到 0.2給你看 我這樣說 你也知道這些人 看數據的 是吧 我說那些人 不是我們 我強調我們不是 那些人看數據的 看見之前 會越來越高 是吧 7點幾 變8點幾 好像那些人 老人家的血壓 是吧 那搞不好 那起碼這一刻 都真的有第一次下降 這個是真的 看數字就是這樣 是不是 這樣呢 還有這個都幾明顯 你4月很明顯 這個俄烏戰爭 就反映了 是 長過預期 A軍 你打算 2月底 3月頭就完 但到4月的時候 你看看不對勁 打這麼久都不像會完 是不是 你問問你自己 有沒有洗錢都有 想買些大東西 都沒有那麼疏爽 A軍你想想 是吧 有這麼多 uncertainty 是呀 你想買樓買車 你都想 你都會慢下來 這樣 有些人視這個為機會 每一次都是這樣的 是吧 好啦 那 日本東京 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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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4月 核心CPI 是七年 他終於恨到了 這次給他 這個安倍 我想跟我說 有CPI 增長 不代表經濟增長 不要理 因為安倍 那個 安倍雖然已經下台了 已經死了 不是死了 已經不在位了 政治上不在 對 但是他的2%目標都還在 很近 他死了之後 不是他下台之後 終於都快到了 你全下有知 都應該明目了 對 對 但是 那些人就 哎呀 短期通脹憂慮 可能因為 剛才所說的 因為你現在 純粹不看打仗的悲觀情 看看經濟 數字 油價那些 你沒有理由說 短期沒有通脹 短期沒有通脹 因為你可能不太想買大東西 買東西吃就會 換一下車 換一下大型機器 加電 你也要先想想 對吧 所以你就不理 開支升勢未變 什麼意思呢 人們就想 消費是不是很強勁 但是你看看 家庭開支增長 預期中位數上升到8% 什麼意思呢 那些人呢 跟現在的通脹率 是inline的 預期 真可憐 這樣 那些人都覺得越來越貴 美股波動大了 剛才也說過了 今個星期 真是血流成河 所以不用那麼快 不用那麼快 我們稍後再說一下結論的時候 但是美股大波動 金融體系運作有罪 為什麼要說這一句呢 A君 你怎麼這麼說呢 我就是知道 每一次市場跌到PK的時候 那些官員出來說話的時候 要麼就會告訴你 我們鄉島的經濟是很穩健的 當然啦 作為耶倫的 世界的領袖之一 不可以用回鄉島說 我們的經濟是很穩健的 於是就說 我們按作是有罪的 是不是這樣呢 其實是怎樣呢 其實呢 這個想提來一下 我還記得 好了 這個老美一邊加息一邊縮表 那當然 一定能打下來 通脹都沒有錢 到最極限 但是問題是 這件事是不是 沒有限制的呢 一邊加息一邊縮表 除了加息 當然是他要付錢 那縮表那些是沒有限制的 不斷縮也不怕的 A君你猜一下 我猜其實他定了縮表的時間表 其實已經是挺威風的 因為呢 現在這樣的狀況呢 摸上石子過河 才是最旺度來的 不過由於 他講了這麼久 不出過程度 又不行 那就弄出來 出完之後就波動了 不是呢 他這樣做就很棒 他沒有收水 但是已經達到收水的威力 就是不用真的那麼痛 不用真的吸乾了那麼痛 其實我想說的是 就是他那個縮表 幾時會完呢 或者失控呢 是不是 即是怎麼分成功還是失敗 我想這麼說 那他成功呢 就是把那個十年債息 控制到兩厘頭 是不是 油價就去到70元 70多元 沒有上升的跡象 那他就叫做軟著陸 股市沒有大跌 當然不是大跌很多 那怎麼分是不是大跌呢 就跌到有券商或者銀行倒閉 那金融系統就叫做有問題了 記住了 所以其實他那個縮表 威威是小 是不是真的任他來 我不理說 你加息加到好高 政府都沒有錢給 那我也不理了 那麼在那裡抽水有沒有極限 抽水當然是有極限 抽到好像上次08年9 雷達兄弟的 掛著掛著那一刻就要停了 所以你看到的了 什麼時候 你說哎呀 我們是不是要衝進去美國的股市 叫做折飛刀 這樣 那短期來說 那如果十年債息 你見過得 剛才的圖片 2.8 那明顯回落 那你可以有些短期的反彈 那應該就好些 或者沒有跌得那麼金 起碼 如果你說 要成功了 那十年債息就跌到兩年頭 那這個呢 油價七十幾元 通脹的數字回落 那他就要成功操作 叫做好好的 那到那一刻你才下不下 有意義的部署都不遲 那你的駐馬落七成都不遲 那到時 就是這樣看的 那你現在 那你現在 一通多一夜厲害的 大概做這樣的事情 但只是玩一下 因為你戰略性的部署 現在部署不了 因為你都不知道他成不成功 那上個星期 其實我們很系統性地看的 就是說 升九百幾點 如果你記得 有又升 股又升 那今天 那今天就升 當它沒了道 那你記得 上次我們看過市的時候 是啊 以為現在回來 怎麼知道再撿多8% 是啊 原來加上這個 因為我跟那個基金經理聊天 我才知道 原來當日 為什麼升九百幾點呢 就是有人說 那些散戶不能買ETF 要禁一些 那些散戶說 要禁一些 突然就不能買 那天就衝進去買了 那些ETF多了購買 那他把新的單位做出來 就是掃貨 這個邏輯為這樣的 in kind process 你知道就算了 簡單一點 你知道的人知道 我們正派的功力有多高 你不知道的朋友 你也知道 有很多人買 那樣的意思 但是 這宗新聞也挺重要的 我發現這些大報紙也沒有人說的 我是去找找一些小報道 看到有的 都是那個基金經理跟我聊天 我才知道 原來發生過這宗 但是這宗新聞 是解釋不到整個系統性 當好消息這樣炒的 因為我們不是只看股市的 我們也看了這個金市 還有這個比特幣又升的 你看 那個油又升 其實整個是 做給你看一下 我沒事的 它加息加零點 你加得少 那樣的氣氛 就是做了那個 所以這也是其中一個小技巧 壓你錢的 你記住 好像踢球一樣 明明想走右就吸左 是不是 明明想交球就扮射 是不是 你也知道 全部都是這樣做 吸左走右這些 是不是 先說 就完美示範了 上星期三 是不是 好啦 這個呢 其實暗示了這個 聯署局官員的看法 跟我們一樣 也都顯示了這個 大肆是 通脹是可以受控有信心 那一定受控 都沒有了錢 是不是 都輸到 沒有錢 沒有錢 那你們如果輸得夠 就沒有通脹 這裏說明 所以跌市是整個系統性做出來的 那你要不要折飛刀 很新手 你自己說 你如果折飛刀 不如你彈得很大 十年債息又不回落 你不如 買一點點潑仔 你咧咧咧它就更好了 就不行了 這樣呢 那你比你搏去彈 好啦 那麼 四月通帳都很厲害 但是應該都不用加0.75 為什麼他這樣說呢 如果你是我們本台的聽眾 你就知道了 因為十年債息回落了 嗯 按原理計劃 加到你也能夠解決 不用了 好啦 這個呢 這個呢 女士 這個女士呢 就是Loretta 就是 克里夫蘭 的聯儲銀行的 行長 她就嘩 嘩 我們要加0.75 這兩個人說的東西都不一樣 嘩 又是咯 聯儲局最流行的 兩條都一起來 一邊說A一邊說B 告訴別人 我們聯儲局 每個人都是高手 有independence view 其實就是兩個人一起 說什麼 嘗嘗風向 這個 這個為什麼 這個是 昨天的 這個昨天 是1點多 因為那個股市 因為那個債息還是3 你知道嗎 今天的6點已經是2點多 所以分別就是這樣 看見到 她就死都要兇你了 那日元太弱了 那財務大臣說 我們如果真的 造省日日日會跟你溝通 那 我似乎是告一段落 的意思 這個130 一格隔離 再不行就140 才再 是這樣的意思 那 日日日回落 是不是刺激經濟 原來也有可能 原來 經常將的盈餘 是連續四年減少的 日本原來是這樣的 A軍 那又有話 A軍也要說 A軍年輕人的時候 周身都是日本的 有錢的就買Sony 也沒有錢 買IRA 現在 你有多久沒有買過 日本的電器 自從有一期買過幾個Sony 都打散了 我都不光顧了 2000年前後的 原來生意很不行 你說去年不行 正常 因為COVID 上年用錢 但是連續四年 真的都很嚴重 這樣的情況 而且日本 受罪了一件事 便宜又不夠人便宜 便宜又不夠人便宜 那你怎麼搞 這就是真的 這樣 另外他就說 因為油貴了 這個是真的 油貴了 他經常都要 入口的油 當然是 盈餘減少 哪裏都正路 但這個 上年解釋不了 上年試過三十多元油 不止的 有很多地方都要靠油 例如德國也要靠油 中央也要靠油 問題上 真的漂亮的不夠美國 便宜的不夠中國便宜 對的 然後 還有很多造假 你看看便知道 買一些中國貨 當是自己弄的 什麼鋼小 鰻魚也是中國貨 鰻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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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所以你不用這麼崇東洋 他根本都是拿你的東西 賣給你 是你自己肯給Premium 你自己笨 好了 你有民族自信 你明白嗎 你自己的文化底運 又這麼厚 你為什麼總是覺得 不應該有這個印象 這個印象 是你以前 80s 或者90s 帶下來的 新生代 他們完全沒有這個印象 對 上次買日本貨 也是買高達 好東西啊 我也是 可以繼續繼續 對了 那個高達 不過說起來 那些高達模型 真的一定要買些什麼印象 才行 他的帽子真的准很多 然後呢 藥方兌換 昨天就15億 今天就40億 錢流走 大家是不是要很驚恐呢 不用這麼驚恐 那些股票輸到這樣 那些人保倉都要到處平倉去救火 這個邏輯 配合美匯強 你看到美匯節目開始的時候 是104.3幾的 這個邏輯就是 好像當年日本 為什麼避險貨幣這樣的邏輯 因為你那時候 認識嘛 現在的美金 當時的日圓 經常都沒有認識 一些人如果是炒東西 都借日圓 或者借美金去炒 那所以如果你平倉 你輸錢 譬如在 香港 被人斬倉 輸錢 你平了之後 拿些骨 就匯回去 譬如這樣 嗯嗯嗯 或者是 美股輸得多 你要平倉 你要補倉 就沽些港股回去 這個是沒辦法的事 大哥 只是他跌 我們不跌 都要這樣 不過不會啦 一起跌的啦 好了 你趕完 跟回加息 就沒事了 他做不到啊 為什麼呢 你銀行是用盈利的嘛 他是太多存款 沒有什麼生意機會的 我們香港是錢太多 是 你說那些家庭 有些人說 家庭負債比例都挺高 我們已經借了多少錢 但銀行的錢更多 你明白 因為以前有息差嘛 是呀 美元在加息 我們還沒有加息 所以才會離開 因為他加息 他還輸得多 給你 銀行的角度 是 他都是計算自己的數 所以沒辦法 這個 不過沒有了 如果要搞藥方保證 假設你真的衝擊到的 那你再加息 就可以了 金管局作主 可以 那你到時就再搞 現在還不是 所以那些人 拿一件事來炒作 說什麼 去到藥方保證 多不跌 只是炒味加息 那些銀行不知多想 你這麼多存款在這裏 摘死我 我又要給他一些息 神經病 最好就走三分之二 對他來說 所以沒什麼所謂 藥方就先走 沒什麼所謂 銀行來說 他也沒所謂 也沒辦法 今天傳得好 拜登考慮降中國關稅 因為高通帳 當然 上次都說了 他做完幾百個之後 其實他搞的那一招更有趣 現在是耶倫跟廠商說 你們不在限期之前 出reject的話 我就會降了關稅 這樣也可以 出了這個memo 但是呢 我們都說過 為什麼這個時間 怎麼降關稅 是有原因的 記得嗎 我們之前說了 如果特朗普真的這麼英明神簿 去關稅中國嗎 其實邏輯是他減了稅 特朗普那時候減了利得稅 以及減了個人稅 立刻穿空 他找東西補呢 唯有收第二種稅 收了這個關稅 所以 拜登 阿燈神 就算他不想收你的關稅 怎麼做呢 他收回正常的稅 收回正常的稅 填回我的頭 才能減到關稅 記得我們這樣說 是不是吹水的 師軍是不是吹水 給你自己看看 為什麼這一刻可以減關稅呢 你看 美國4月財政盈餘創紀錄新高 為什麼呢 為什麼這麼厲害呢 因為這個月就是交稅那個月 4月15日限期 民眾當月中旬 要交稅 知道嗎 4月中收到稅 就可以減關稅 搞定了 看到嗎 有錢證 就可以減關稅 就是這個意思 那富房收入升97%當然 用了新稅率 是不是這樣說 才加了稅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邏輯 我們的邏輯都通了 收到稅就減回關稅 是不是 那不是通脹減不行 好了 這個就是昨天這麼壞 為什麼昨天晚上 這個美股 如果你有看昨天晚上 美股升了四百多點 為什麼要偶突呢 一脫捉起來 再偶回三百多點出來 昨天晚上 美國原油庫存增加 油價也要升5% 神經病 神經病 你想想是不是 你有什麼辦法不打它一槌 看不看 所以就很難搞 要減水球 減水球就是要經濟慢 經濟慢就是輸錢 你自己推演下去就知道 因為油價真的控制不了 現在的產油國那邊聊天 還說到人家說 我和俄羅賓很友善 你叫他真燦爛 噗 這樣回來了 所以就真的一棍奧下來 變了 你要說通脹 那你自己 你自己 減頸就命 用少一點 用交通工具 在美國 不知道怎麼回答 雖然 好了 其實之前歐股一直升 一直打了一直升 這麼瘋 終於上星期五開始下跌了 英國經濟有衰退風險 英倫銀行的官員說 就是這樣說 因為其實 美國就是威脅勢 說很多空缺 你說他做到空缺 沒有問題 對不對 那個重建美國 就是做空缺 所以一定有的 是不是經濟很好呢 政府找一些控制者 再請人 就說私人 私人什麼 私人空缺 你自己想想 全部都搞定的事 但是 英國沒有霸權 加息真的是PK 自己 不同意急劇加息的呼聲 因為有人 因為經濟不行 中長期更疲軟 是不是 那真的搞不定 今年最後一個季度 英倫銀行預期 英國銀行預期 就會通脹到超過10% 沒眼看 這樣 經濟不行 又這麼高通脹 我真是替你可憐 不要緊的 我們有很多BNO價去貢獻 他們想不到 為什麼有通脹 因為有些人抬錢過去 不新的就抬錢過去 這樣就搞定了 跟溯水一樣 收拾你的錢 就叫你去羅昂達辣 是啊 不要緊 這個世界是這樣 人國有志 好了 歐央行 管理委員會 所以他們呢 雖然呢 火燒屁屁屁 上個月通脹是7.5%的新高 19個國家瘋 歐羅區 但是他都說要夏天才加息 要等什麼呢 等夏天 為什麼 因為夏天 不用天然氣 對 神經病 神經病 節省一些有錢 就加一些利息 是不是 是不是 臭小子 所以其實他搞不定 他都是要等 夏天 不用燒這麼多天然氣才加息 還有你記住 這幫西人都是這樣 二四年 風脹應該會回落到2% 他現在沒有這麼厚硬 應該會的 這樣 這是美好的環境 你記住 他們死都覺得只有2% 你記住 他們的操作行為 全部都是基於這個 假設 通脹下不了2% 那些西人就攬炒了 你看到這個 那樣東西 那現在試一下 先加息 先恐嚇你 第二步就要輸錢了 財富毀滅了 現在正在走第二步 財富毀滅 看能不能降到2%通脹了 那旅股神呢 在這個風高浪急之際 就立刻呢 就做了個新基金了 都幾厲害啊 那隻Active Trade 那隻呢 去年就輸了差不多七成 哇 想不到現在 都還可以出一隻ETF出來 給錢啊 這個真是難搞啊 這件事不是那麼簡單啊 因為現在風高浪急做這隻 不過他可能是趁現在 相信他可以撈底 現在買博這些 還是說 他還覺得自己躲出來 還可以籌到錢 所以盡用住先啊 是啊 應該有人撈底 對不對 好啦 其實不是新的 他那隻基金 有人 有人扔錢進去 應該是 你可以當有些避險的錢進去 想撈底 但是這些就 應該不太有經驗了 看來 或者讀得太多書 這些時候不能做的 你因為都聽過了 很多人 很多投資者有經驗呢 是可以高位出貨的 但通常死是死什麼呢 死是死跌完之後 想罵那一下死的 你有沒有聽過 沒錯沒錯 A君 經常說一句 97年金融風暴的時候 曾蔭權那時候 告訴人 10月的時候 告訴人 股災過了 結果最嚴重的 去到98年 他說聖誕節就沒事了 我記得很清楚 小時候 小時候想著高官很厲害 說聖誕節就沒事了 誰知道過了一個聖誕節 都比上海聖誕節還要PK 我記得很清楚 小時候的記憶很猶新 好啦 阿公鐵盒 是威係世話私有化 這個Twitter 都差不多聊天 他無緣無緣無故 彈出來說 有拿了差不多10% 之前4月頭 是不是 咦 10%有些東西 是啊 一般的交易數 是持有超過5% 就要報的 他一說出來 就去到差不多10% 所以證監呢 就懷疑他沒有 他沒有 會填到disclosure of interest 那臭小子 要搞他 這樣 嘩 他公司做康範那個 和那些 做什麼的 不過也都可能計過數 他計過數 是比罰款還好 比什麼 還好 你只是計條數 是不是這樣說 我 不知道這樣想 真的 剛鐵盒想起 跟我們常人是有分別的 你見到政府 經常都很緊釘他 你說得 這陣子釘到他很實 很明顯他是對家的 他經常鋪路給特朗普 你見到嗎 嗯 你下一則新聞就知道 我私有了Twitter之後 特朗普就不會被人滅聲的了 這個平台最大的價值 是人人都可以說 是不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還有他自己計劃過 他自己計劃過 會賺數以幾百億的盈利 幾年之內 他自己計劃過 所以他就買了 這樣呢 接著 法官就說 他私有法的鐵文太魯莽了 這樣 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雖然是說新聞 但其實是舊文來的 你看他的樣子 這個樣子 有些啊 面青青的 後面有Tesla的標誌 是不是 就說18年那時候 那時候沒有吹水 沙迪阿拉伯主權基金呢 他聲稱有跟他談過 借請給他私有法Tesla 就是他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法例是這樣的 如果有人說私有法 你是要有財政backup 不可以Gup的 這樣的意思 那麼他就爆響口說 我們Tesla 這麼賤價 得不知四五百塊 那時候呢 我現在決定私有法 這樣 那些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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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些人有錢的 那些人說 那些人說 那我跟主權基金談過 那些人說 那你談過了 那你怎麼辦呢 那他就去電視那裡 索的啦 我不知道啊 那以後不能做主席 但是他就不通過他 他說自己是短的 就不適合做主席 那如果你有看 那些人說 最近的評論 Tesla成為眾矢之之的話 這個孤爆他 所以你看 譬如有些這樣的現象 5月10號 早點的時候 凌晨就說 哎呀 上海又要暫停了 那當然有問題 到吃午餐 昨天就說 其實呢 上海沒有停工 你看這些消息 這麼紋亂 你看到嗎 老美那邊反中 所以搞到 郭鐵俠兩邊不是人 那你要賺錢 當然是這樣 這麼容易賺嗎 那些錢 當然會走位才能賺到 那我們多次說 這個 孫正傑很不可以 再證實給你 他真的很不可以 全年虧1千億港幣 即1.71萬億日圓 嘩 嘩 虧到這麼多 vivre 去年同期的一五萬億 什麼 但鑽石也是難看 因為股票跌得強 還有db還麻煩 就是他經常做這樣的事情 上市之前 投他IPO 當然賺了一筆 就是做這樣的事情 這種呢 這一節就差不多了 對了 又是 我經常說 審問一下給大家 現在的情況就是 要毀滅財富控通脹 你記得這個主題 控通脹的通脹數據 一個月才公佈一次 那些人怎麼操作呢 因為看10年債息和油價 每天都有的 戰鬥目標 或者是股市下跌的目標 就是要令到10年債息 會跌到2.5 下面 還有油價跌 看看這兩個目標 如果你發現有任何時候 10年債息 會跌到3.2 或者油價跌到8.110 會跌到幾個% 那這個 都必定要更加大力地削減 那些人的財富 才行 還有燈神開了這麼多職位出來 都不夠人做 包工上星期 也有說 這麼多空缺 通脹這麼厲害 他說明 他不想 為了欠工人 令到那些人要加身 加身之後 又通脹 通脹之後 加身成為一個 一個這樣的 spiral upward spiral 他講到明 不想 他不想加工 就這樣 那為什麼那些人 死死地可以出來做事 A軍 沒有錢 是窮的 所以 Bitcoin 什麼Coin 都要死 因為很多 美國的民眾 都炒了那些 升那麼多 好像不用做 那就要死給你看 絕對是為了愛和責任 是窮的 所以 一定要讓他們出來做事 才行 A軍 就是這樣 簡單一點 那一句 要是油價死 要是 要是 我倒閉 全包散了 通脹不會跌 都是 是 不是為了愛和責任 是窮的 是啦 那你見 有少許跡象 是吸到金的 你見 呂古神 你這麼有錢人 就是說 這一輪的下一陣動 就有錢 有些人想撈底 但是 這個行為 聰不聰明 A軍 他們說 那就祝你好運 哈哈哈哈 什麼時候可以明顯地去報紙 所以如果你有跟開本南 虎連展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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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震盪五六月 你會仿如格勢 你看回那一集 你說發生什麼事 你究竟現在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那個 震盪出來啦 是不是會 會 市場這麼差下去 我們都說了 不會的 但是條件 怎樣升至嚴不那麼差呢 要倒掛啦 沒錯 我們現在等著倒掛 等到倒掛可以 落明顯的注碼 到時候你不信 一路加息一路升就是來了 一路升一路加息 不是現在 現在是加息 初期是大震動 如果達到第二個階段 倒掛之後 你會發現 如果景象完全不認識到你老婆 都不認得你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認識到吧 錢出發 就是我們錢之呼吸法 所以真的有趕利台 好窮人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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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